你知道牛舌是很大一條的 然後你把牛舌去頭去尾 然後四面八方都去掉之後 只剩下中間的這一些 其他都是廢料不能使用 哇 這真的超厚的耶 團結角大概在前胸到前腿之間的位置 然後中間的話是法國來的鹽漬花 我們會建議第一口的話 用筷子夾一點點鹽漬花 第二口的話我們這個是日本來的柚子胡椒 它有稍微微辣但是味道蠻特別的 好軟喔 好幸福喔 這超好吃耶 這店長做的啊 那會更好吃 這麼可以吃整塊 感覺店長你也可以吃整塊 歡迎收看漢潮天下 我是漢志 我們在台北吃過藍亭燒肉 八河燒肉 我自己啦 也有去過大腕燒肉 市燒肉 甚至凡燒肉 其實這些燒肉的品質都非常的好 我今天很開心的是 帶著大家來看 竹北也有厲害的燒肉店 這一間店真的跟他們不相上下 他們的裝潢的質感氣氛都很舒服 還有他們用的肉用的食材都特別的嚴選 甚至主廚都是從台北特地邀請下來 那今天跟著我們一起走 來看一下飲燕醬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現在在飲燕醬的裡面 歡迎我的好朋友台灣渡邊姊妹 嗨大家好 我又來了 我跟你說 今天是因為 真的是這個 這家燒肉很厲害 我在找你 我還特地把你從台北叫下來 然後你騎著狗狗龍來這樣子 一定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騎狗狗龍來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狗狗龍的廣告 然後我真的有一台狗狗龍 那個狗狗龍廣告 人家都會以為那個是日本的渡邊姊妹妹 就是他 就是我 就是他 就是他這個 寶寶姐 對 然後我有一台粉紅色的那個狗狗 那你有什麼可以讓我拍的 你要拍我的那台車嗎 我的臉在上面 不行啊這樣人家會覺得說 而且車 我每天都在騎 好好聊天啊 還是要避免一些誤會 我們節目才剛開始 又來 又來 可以以毒主持人嗎 這個節目可以直接以毒嗎 不行的不行 但是你有不舒服你可以跟他講 他會把那個所有的對證都可以留下來 我不會不舒服啊 我不會不舒服啊 那你會舒服嗎 也沒有到舒服啊 寶寶 你在台北應該吃過很多燒肉店吧 我有一陣子就是很常吃燒肉 你最愛的是哪一家 我滿愛吃飯燒肉 我也吃過 那因為他大部分都是用這個盒肉 但是我跟你報告一下 這家店的牛肉喔 除了牛舌以外 全都是日本盒肉 哇好期待 因為 你看那個漂亮嗎 超美的 這個油花真的是 我輸了 我的油花輸了 你幹嘛去不下去 你接啊 我就看你這個空檔 我就看你這個節目要怎麼進行 換你也讀人家 對啊 不是我怕我聊下去會太好 之後再說了我們 我的頻道有點不感 我們先專心吃這頓飯 我覺得這家蠻好吃的 好好好 而且我認為這是豬北的甜花飯 超厲害的 我跟我朋友說我要來吃這家 然後我朋友吃過 他也說這家超好吃 重點是你那個朋友還不做豬北 對啊他從北部來這邊吃耶 這家好吃 他剛剛一播人家就說這家好吃 對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餐點 也許我上一次第一次吃覺得很好吃啦 今天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對 波波來試試 我們一般看到牛舌人家都切好一塊一塊的 或者是切得薄薄的 對不起人家給你一整條 我好奇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這個牛舌 你一次點就是只能點這一條 因為我們牛舌主要是吃 從舌根到舌尖 然後他舌根到舌尖每一個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舌根的話 口感就是比較嫩 然後如果是舌尖的話 他就比較有交勁 你知道牛舌是很大一條的 然後你把牛舌去頭去尾 然後四面八方都去掉之後 只剩下中間的這一些 其他都是廢料不能使用耶 店家是真的是很大膽 然後很敢給 噴舌的把它 真的不夠好的 修掉 是在靜置嗎還是 對 它在靜置 對 靜置的話可以把肉汁鎖在裡面 就讓它的溫度慢慢從外面熱到中間 聽說這個泡菜很厲害是不是 對啊 Let me try try 它是韓式泡菜的感覺 它目前啊 只有石鍋拌飯 跟它這個泡菜做的有點偏韓式 這泡菜好好吃耶 我以為是來吃的時候 泡菜我還去三盤 我也覺得整間店最好吃是泡菜 石鍋拌飯 哇這個 這鍋拌 它這個鍋拌是脆的 它很像 你有沒有覺得有個王子麵的味道 對 這個飯呢 中間你吃得到它的口感 它的鍋拌吃起來 吃得到它的脆感 為什麼有一個 維里炸炸麵的感覺 應該是肉燥的關係 肉燥 這個是哪一個部位 這個是板件小牛排 板件小牛排 然後因為它中間有一條筋 所以在為了再避免我們吃起來會比較難咬 我們這種的部位通常會跑稍微熟一點點 然後中間的話是法國來的鹽之花 我們會建議第一口的話 用筷子夾一點點鹽之花 第二口的話 我們這個是日本來的柚子胡椒 旁邊那個 它有稍微微辣 但是味道蠻特別的 然後最右邊的那個是芥末 芥末就看個人的我喜好食 嗯 好軟喔 好幸福喔 有沒有一秒回到台北 嗯 好好吃喔 是不是 還真的超好吃耶 燒肉你要把它做到 你要把它烤熟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對 但是因為你在烤的時候 是你要跟著火跑 所以你才可以把你的肉汁跟你的香氣 烘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有口感 然後有甜度 然後有香味 所以重點是滿滿的汁 嗯 而且不會油的感覺 不會 油的剛剛好 我最怕吃河牛 是吃的第二塊就很舒服 就好像你吃黑鮪魚的大腹一樣 對對對 看起來很漂亮 吃起來很好吃的 冷腿 不好意思 嚇到 那個和這個 你有加它的柚子胡椒嗎 有啊 我加我前面的 好吃耶 我最愛的其實就是柚子胡椒 嗯嗯嗯 然後跟那個 三椒鹽 對 所以我很喜歡 吃起來真的會 把那個 膩解掉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 好幾種 所以我 我期待一下牛舌 我超期待那個牛舌 那牛舌看起來真的超讚 這個牛舌的話 我們通常會讓你們吃 這個是舌根 這個是舌尖 因為我覺得 中段是最好吃 口感最好的部位 所以我們通常會留到最後面 然後像舌根的話 口感比較嫩 舌尖的話 就是稍微比較有嚼勁 哇 這真的超厚的耶 我第一次跟牛舌技耶 這牛的技術有比人好的 滿好的 好嫩喔 不是是它比牛強 因為它把它給它吞下去 好好吃喔 舌尖很超讚 可是它那個舌根的部分 裡面比較深的感覺 對 但是它不會膩 你去很多地方 像我啦 我一定會點後期的牛舌 絕對點的 還有那種超厚的牛舌 我也會點 但是有時候我點到超厚的牛舌 我覺得厚的 因為咬不動 這個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要開花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切厚的東西 即便你再軟再嫩 油花再多 你太厚你也是咬不動 因為溫度是很難進去裡面的 嗯 所以其實 你在切那個花是很重要的 嗯 拿起蛋糕吃 真的超好吃 吃起來真的完全那個嫩度差滿多 但是都很好吃 代表是有層次 嗯 真的有層次 從頭吃到尾 都有 真的而且口感不一樣 而且我們剛剛吃前面跟後面 對 還有中間 哇超期待的 這個就是蛇中段 然後我個人覺得它是 嫩跟餃餅它的比例是最好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部分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們還放到最後給你們吃 不是我要講一句廢話 真的是中間的硬度 對因為 軟到硬的中間 對於兩者之間 因為你們剛剛吃了左右的 對 中間真的是完全最剛好的 對 這一條我自己可以吃掉 OK耶 給我一個白飯 這我也可以吃 再一個蛋黃 像他們這個柚子胡椒 它整個把油解掉的感覺 如果你單吃它會鹹 然後也會澀 但是你跟油搭配在一起的時候 哇 好吃到不行 請問這是什麼部位 這個是日本的夏多布里亞 它是菲莉最中間的那一塊 所以它的口感會比一般菲莉再嫩一點 我們分成心的部分跟眼睛的部分 然後我們眼睛是它會比較油一點 所以我們會烤比較熟 眼睛 為什麼叫眼睛 因為它的油滑看起來太硬 所以我們就 我們都眨眼睛 對 其實我說真的 我 雖然都燒肉 我很少看到人家燒肉烤這麼久 對 然後又放那麼久 可是吃起來超OK的 它要把表面然後放到有點乾乾的之後 再拿來給你吃 我以為它乾掉了 沒有 吃進去就噴汁了 這個為什麼要切這麼薄 對 其實我們每一天的 就是每一塊的厚度可能會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油滑我們要 切下來的時候會是最好看的樣子 所以如果 那個厚度如果切下來是不好看的 我們通常都會再熟 但是像這樣子它不能再厚嗎 也可以 也可以 還可以再厚 只是因為我們要求那個新鮮 喔 油耶 好喜歡一點 好香喔 嗯 坦白講如果這一塊正常 如果你沒有柚子胡椒的話 吃起來真的會膩 因為它含油量真的太高了 嗯 可是你配柚子胡椒之後 那整個香氣 那個單寧味跑出來 整個就爆炸 而且整個有層次感 所以其實 不只要會選肉 要會修肉 還是要會選旁邊的 搭配的佐料 哇 這盤超美的 這是 這個就是那個 日本的樂眼大牛排 就是我們剛剛有一塊 很大塊的那個肉 從這邊修下來的 然後我們這邊分成的話 是樂眼鑫 跟樂眼蓋 然後樂眼鑫它的口感會比較嫩 然後樂眼蓋的口感會比較油 俗稱的老套 對 沒錯就是老套 如何 我喜歡吃它這個肉汁 它的口感會比剛剛那個下肚不良還要再嫩 我喜歡吃它這種肉感更明顯 嗯 就是 你不會一進到嘴巴裡面就是 嗯 沒了 就是化掉了 它是吃進去是有口感的 但是越咬越香 然後也是軟嫩的 怎麼樣 竹北也有厲害的燒的地方 真的 這家在這裡真的太幸福了 我真的覺得我這幾次來竹北吃飯 真的蠻OK 一日這樣就是來吃飯然後再回去這樣 其實也不遠耶 這塊你有吃了嗎 我吃了 它的油花吃起來不是說 我吃好像咬到油那種膩 各位有沒有吃過花椒 魚肚的花椒 嗯 就是膠質豐富的 然後非常就是有口感的 它這個的油花吃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它很緊密 然後吃起來那種口感很紮實 然後香氣在嘴巴裡面爆開來 然後你越咬越香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牛舌醬 我們會加一點洋蔥 然後跟燒肉醬 所以聞起來有點像白醬 稍微有一點點 然後我們那個牛舌是我們 一整條牛舌我們修下來沒有做燒肉的部分 因為它的口感可能沒有燒烤的那麼好吃 我們就會拿去燉煮 對它會比較軟太一點 我第一次吃都牛舌被燉這樣 它吃起來有點像牛臉頰 牛在臉頰肉 牛臉頰肉很珍貴 它吃起來像牛臉頰 蠻好吃的 吃光 太好吃了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又不能做燒肉的牛舌做個燉煮 牛舌牛肚牛尾三公分的部位 你們店都是請帥哥喔 真的耶 剛剛好 剛剛好 他們這邊除了東西好吃以外 連旁邊周邊的服務員都是高顏值 真的 我胃口味比較好 我想吃別塊肉 他一直跟我講 他一直跟我講說他很餓啊 但這個還有肉嗎 我都已經飽了他都很餓 還有肉嗎 肉點完了嗎 沒有肉那就只能麻煩你 我幫你準備小鮮肉 肉肉 好唷來這道菜來了 肉還沒有點過來 駝根地牛肉 這味道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有一個奶粉的味道 它上面淋上去那個啊 剛剛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鮮奶油 鮮奶油 就是那個cream的味道 這個牛尾醬做好吃 然後牛肚熟度也剛好 現在如果這個壽食我就會想要一碗白飯 對鹹度也剛好 其實沒有加飯也就很好吃 不會太鹹 蠻爽的 用這個最可愛的蛋糕來做結尾 其實我真的我不太會欣賞那個甜點的人 所以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很可以耶 真的假的 你剛不是說怎麼會用這個來做壽食 因為我本來以為說吃了和牛比較膩完 再吃cheesecake會不會太膩 可是它好吃到我覺得沒關係耶 你要不要直接試一口 真的很好吃 我就吃一口 好 等到你多勉強 真的很好吃 還不錯 好啦他盡力了 他盡力了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我還可以再吃 我介紹了這麼多的美食 你有看我的頻道 然後我去吃了這些美食嗎 當然沒有又訂不到 你的頻道的 你的頻道的又訂不到 但是有的我真的有吃過啊 那你有覺得哪一家最好吃 印象深刻啊 中菜講一下 除了誠食館 我其實比較少吃中菜 那日料 日料 日料 我們上次吃的那一家嘛 然後 上次我們吃的十六啊 十六就超好吃的 我第一次認識你的那一家 十六 十六最近換菜單還不錯 而且又拿到五百盤 我本來今天要去吃 結果今天人在撤 你今天有沒有要去吃 好啦謝謝啦謝謝啦 不會不會 讓我們竹北這個小地方 非常好吃 吃吃在地美食 很值得來 如果喜歡我跟BOBO一起分享美食 請留言告訴我 或是你有自己覺得特別好吃的飲茶飯美食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也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更棒的食物 跟大家分享 那喜歡我們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這很重要 跟著看到天下 一起掏進天下 我們下次見 這個都是就是我們的店長自己做的 包含剛剛的柏根地 還有那些熟食的料理都是店長自己做的 剛剛那個店長 哇那麼帥又會做 甜點 我斷居不好意思 那麼帥又會做 來啦BOBO姐我幫你問 店長單身嗎 我有 店長單身 店長單身 我先吃一下這個 這是店長做的啊 難怪更好吃 這麼可以吃整塊 感覺店長你也可以吃整塊 我覺得這個節目真的 下次再邀請我 我要考慮一下